好,我們來播一段影片 那我們是從youtube上面的影片 直接怎麼樣?媒體開啟網路串流 這個交過了 直接把網址列貼上 直接按下播放 好,這時候他在播 那你注意一下這邊檢視裡面有一個 叫做進階控制 這個做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錄製的畫面 也就是說你在播的時候 你可以把畫面怎麼樣? 錄製下來 點選錄製 好,假設我們錄一小段 錄完了就按什麼?停止 再按一次 這樣子他就可以幫我們把畫面 直接錄製下來 那錄製下來在哪裡? 好,你到加目錄裡面有一個影片的資料夾 影片的資料夾 這邊有沒有 剛才我們錄下來的 柑橘鳳碟語化的過程 有沒有,就直接錄下來 他就幫你直接把它錄下來 這樣子是不是很快 那網路上有些人說 那YouTube影片不好錄製 不好下載 那你可以嘗試用這種方式 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就是在哪裡? 在影片播放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 影片播放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進階的選項 檢視進階控制器 這邊會有一個錄影鈕 你就直接可以錄 你平常可以把它打過去掉 好,這樣子就可以做一個不一樣的做法